文哲哥還有這個知道一些內幕 好像據說呢 他們的一個這個民間友人啊 講說什麼本來還要死的 不只這兩個聽起來很可怕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上禮拜周末 他的媽媽 還有那個老賴生前的好朋友 還有小賴媽媽的閨蜜 還有他們的高中的老師 我們約在我們中青路的咖啡廳見面 其實我去見面之前 我也跟這個許哲律師聊說 這個見這個面可不可以 他說你給我學 因為他是我中學的學弟 我說好沒問題 那我我去聊一下 所以那天把所有通告都推掉 好好的跟他們聊個三四個小時 我現在就講重點 那天那個他的老師就過來講 我們就問說小賴 阿彌子我們叫阿彌子 阿彌子聊好 你知道嗎 他那個學校榜單也給我看 同學的那個賀卡也給我看 畢業證書 現在媒體看到照片 都是我翻拍的啦 結果呢他們就講 因為他這個繁星計畫 考上我們東海大學哲學系 他跟他媽媽講說 媽媽我要到那個 東海大學住房子跟你住之外 我還要撫修法律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年他的阿公 他都叫阿公阿公跟媽媽你 有很多不公平的對待 跟倒原配那邊 所以這裡面第一個沒有動機 去做親身 再來 然後聊聊聊就問了一個老賴 老賴是個非常慎重的人 我在另外我們三立節目講說 老賴慎重到跟小賴講說 這是我們的地點 你的音啊什麼都不能亂 不能亂簽名 小學中學就跟他打 所以小賴不是不清楚 自己的身價的人 是 然後老賴幾乎每天 他在中青路那個一排的房子裡面 他那個房子也是很詭異 土地是小賴的名字 第三五期原配的名字 老賴的骨灰 那個過世之後的神主牌 還不能夠進他老家 好了 那就問問問 結果呢 這個老賴在生前裡面就很多我們土地的仲介業都去找他 單元二 單元四 單元八 十四期 土地很多 是 來囉 我們一開頭都以為說是小賴像目前這個案子只是在輕生與否對不對 也沒有動機論 那個他們的家人啊 尤其是小賴的媽媽 她的官員都全集Q啦 她就講說 那天的啊 她就兩點半去生育 下午4月6號下午2點半 她家沒做監視錄影器 生育以前我都會覺得 關得好聲 關得好聲 我才去二樓三樓去拚手 是 兩點半的時候 我們都沒聲音 那好一點 你知道老賴大欠的人 生育是用那種水湯 滴水 他們去沾沾 那個沾沾是用水的打沾喔 結果那個小賴媽媽看到 老賴怎麼可以沾沾沾 水也沒什麼用到 又粗地打開 小賴的健保卡 大家記者可以在問說是什麼證件 我就跟你講 健保卡沒去 小賴健保卡沒去 這個陳女士的舊證件也沒去 那當時很緊急 叫隔壁 阿高姐 堂枝大隔壁 叫隔壁 上去中國醫院學院 快急救 那麼因為老賴本身有大腸癌 他今年81歲 數碼的31年次 所以說其實身體不可以懶惰 但是他都自己騎 摩托車去跑 沒有想到急救到4月26號就過世了 就騎了 這段時間 那麼這個下信帶出父子 在曾經有個口供說 欸 那個老賴有熱痕喔 但是你現在火化掉了 你就死無對陣了 對 所以那一天我在 這個我們另外一段節目講的時候 有人馬上看到節目說 薛老師 既然沒有監視錄影器 可不可以請中青路 那間十字路口調一個 那個什麼 看那天 4月6號拜託 呼籲一下 4月6號會補兩點到兩點半 我們的好朋友你就看到 那個老賴的既然有人 貪到那個東西嗎 如果有 拜託你提供 那個我們第五分局 跟台中中檢的 然後重點在什麼地方 老賴竟然有遺囑 我們在民法1189條講 遺囑有五種 行情價在1000到15000塊 他才6000塊 下遺囑 中檢 中檢還有第五分局 拜託 那遺囑馬上找出來 那我們那個許罪律說 他就跟你說沒有遺囑 人生前的朋友說就是遺囑 為什麼他知道有些問題點 所以他就給他尬 遺囑一定 因為我們這遺囑裡面 你只要不要違反民法的特留分就好了 所以遺囑要找出來 還有一點 我們現在那天你車 車的時候保全問這個下處理說 保全問這是什麼人 點點沒說的 救護員問他也點點 警察問才說這是我的朋友 這個是你剛生分的 結果你說你不認識 要無名思處理 所以老賴的生前朋友講說 教授我跟你講 恐怖的地方不是只有死老賴小賴 本來這個陳女士也是在 Total solution裡面 整個完美的磨殺 就要你們的一環 所以現在我還是一直要呼籲說 老賴那邊原配的家屬 他們的大兒子跟三個女兒 成就都不錯 你們坐下好好談一談 這個遺產的問題點 因為台中的 地震市 台中市的一些人 尤其地震市我們都被污名化了 其實在海港你辦土地 我們台北是剛公 我們台中市董事室 甚至禮拜五晚上 那個某個道上大哥 我們高大懲罰義跟海線的關係特別好 他說我們不可能做這種事情 如果下台心不要怕做的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你吞下去嗎 所以我們看到了 畢竟還是有非常多疑點 那麼現在呢 這檢方還沒有正式的一些書類出來 這個大家先不用急 但是我們要持續的關注他 希望能夠伸張正義對不對 絕對不能讓冤暗給沉下去